我现在位于杭州西湖的群山中 在通往下山的路上 我发现了一个隐医在重林中的村落 这里很少有游客来访 偌大的庭院内看不见一个人 在正人的牌匾上写着方圆 屋里面也不见有人 继续向山下走 又发现一个庭院 杭州的梅雨季节 来街上都涨满了青苔 庭院内 寂静的只能听见鸟的叫声 看不见人 所以不便继续参观 所以只能继续往前走 台阶的下方 听到茶茶的流水声 原来这里有一个山泉水的洞口 山坡上又有一家庭院 我们走进这家庭院去看一下 原来这是一家乾隆 茶文化陈列过的 正前方有一个乾隆的画像 门口的正前方还有一个石缸 里面长满了花草 继续往前走 穿过这个亭子 看到一个大娘顶的头巾 拿着椅子向河边走去 这个亭子的名字叫二老亭 又是一家私有的亭院 这个隐移在杭州西湖的村落 就宛如一个世外的桃园 这个村落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茶园 买过了 这里的茶叶大约在三千元一斤 上海了 这个地方 这里 像